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警方说昨晚9点多接驳一个男人报案 说被人斩箱,对方也有受伤 现场消息说男事主是食市的老板 被装修师傅指控拖欠几十万装修费 对方上门追溯 期间两个人发生口角 一度互相持刀施杂 两人分别游救护车送软自离 一个女人在厨房被机器夹箱四只手指送软自离 警方说昨晚8点多接驳尖沙坠一间酒店的职员报案 说一个34岁的女同事在酒店厨房 用机器弄蛋糕的时候 左手四只手指被机器夹住 她清醒送往医院治理 警方推出手机应用程式 方便投考警队人士申请和查看轮选进度等 而投考人士下星期一起 亦都有机会在即日完成小组面试和最后面试 投考警队以往一系填紙本申请表 或者经网页递交 而加多一个途径 就是经新推出的香港警察招募应用程式 程式里面可以看到督察、警员、附警的职位空缺 并且可以交申请表、学历等 以及看申请进度、面试日期和轮选结果 还可以报名参加其他招募计划和活动 例如是警察招募体验日等 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用应用程式 交入职申请的政府部门 希望透过统一的招募平台 将整个招募流程数码化、一站式化、便利化 做到一个一机在手完成投考 警方下个星期一起 也都推出二合一轮选快线 投考人士完成小组面试之后 有机会即日参加最后面试缩短流程 有别于以往先做体能测试 再择日做最后面试 整个流程由45天减到去三个星期内 来得考核都应该要拿那一假 既然拿一假 不如上午考完下就可以完成最后面试 怎样都省了些时间 体能或者身体检查等等 或者心理评估等等 就是在教后在品格审查的期间 可以一拼这样融在一起去处理 警方去年5月放宽入职要求 包括民憑市中英民科未达二级 可以参与中英民筆市 以符合与民能力要求 也都取消最低身高体重要求 今年4至8月 警方收到5898份督策和警员申请 和去年同期差不多 而4月至今已经有456人入班 按年多超过五成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国际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任内最后一次访问南韩 和总统韵石月会面 双方同意继续促进双边关系 和加强美日韩合作 以应对北韩等的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起一年两日访问南韩 他下午去到首尔农山总统府 和南韩总统韩石月举行会谈 岸田将会在今个月27号 执政自民党选出新总裁之后设任手上 两个人确认在岸田设任之后 会继续促进双边关系 尹石月就表示 明年正值双方邦交正常化60周年 若果两国齐心协力 必将推动韩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这次是日韩领袖 今年第三次会议 两人讨论深化 双边无实合作 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 一直认为有必要维持应对态势 防止北韩依靠俄罗斯力量 持续发起挑衅 重新将强硬应对 双方又同意加强美日韩三国密切合作 应对北韩开发核武和导弹等的议题 两国又签署关于旅外公民保护的 合作备忘录 若果第三国发生紧急情况 日韩会协助撤离两国公民 并商定会探讨简化两国之间入境手组 首尔有示威者抗议 提到南韩独岛 即是日本称作捉岛的领土主权争议 尹岳自前年上台之后 致力改善和日本关系 并重启和日本首脑间的川桑外交 岸田这次访问也是一部分 南韩有意见认为 尹岳是对日本外交投降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教终方济国继续亚太四国之旅 抵达第二站巴布亚新基内亚 在方济国的专机 抵达首都莫尔之比港之后 他坐着轮椅出席欢迎仪式 巴布亚新基内亚副总理罗梭道场迎接 这个太平洋国家人口大约14万 梵蒂江估计天主教徒大约有250万 方济国的行程相当紧密 他将会会晤政府官员 参观圣母电 和探望小朋友和残障人士 他在星期日 背到体育馆主持美杀 会晤神职人员 到下个星期一 向年青人发表讲话 之后转往下一站 对上一次教宗访问当地 已经是1995年的事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40365点 跌39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5408点 跌94点 其他消息 超强台风摩蟹 昨天下午在海南文昌登陆 成为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天台风 之后晚上再在广东 随民二次登陆 海南海口下就开始狂风暴雨 看下那些树就知道摩蟹的威力 有摩天伦的包装 在强风之下不断360度翻转 文昌高龙湾的海面风高浪急 海水不断涌上岸 风雨交加 大批的树木被吹至连根拔起 大部分的商户没有开门 市面冷清 随着摩蟹进一步逼近 文昌下午风势加剧 广东多个地方同样遭受摩蟹影响 茂名市中午开始大风 暂光市区大部分的商户没有开门 路面架起防水板 全市的巴士停运 多条大桥也封闭 我们要走到那个台风过的 其实怕有人会干桥 摩蟹在下午4点多 在海南文昌雍田镇沿海登陆 登陆的时候风力达到17级以上 即是时速234公里 中央气象台话 摩蟹是力来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天台风 亦都是计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之后 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 预计摩蟹星期六凌晨会移入北部湾 未来两至三日仍然会为海南、广东、广西带来极端强风雨 海南全省已经疏散超过41万人 所有的A级景区关闭 多条道路、桥梁临时关闭 海口、三亚市等地停工停货停业 深圳、珠海、北海等地也都全日停货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榮报道 超强台风摩蟹逐渐远离本港 天文台昨天中午改发3号强风讯号 预计会维持一段时间 打工仔放了半日风假之后赶出门上班 海陆交通下午陆续恢复正常 没什么可以阻止到香港人上班 摩蟹都不例外 就算排长龙都要尽快回到公司 同样的情况也都出现在 没有港铁接驳的华富邨巴士总站 没下坡之前就已经出门口 排队等巴士恢复服务 逼一逼港岛上车 究竟是责任还是无得选择呢 你以后起码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返回去了 你吃饭了吗 失足早餐 平时你早上工作 勤努一点 老师不会加我们的工资 那怎么能够赶回去 如果赶不到要乘的士 现在迟到去都一点几钟 再吃饭了 限时前返回去了 想不想上班 没有人想上班 除了可以做老师 在华富邨巴士总站这里 就算巴士公司宣布恢复了服务 但一个小时 看到巴士的班次仍然比较疏落 市民平均要等十分钟左右 才可以上车 港铁就加密班次 市区线三至四分钟一班车 疏度人潮 一点的 想要开一点的 不过早一点而已 免得塞餐梦 天文台九点几 已经预告中午十二点四十分改法三号 有市民更早就已经出了门口 因为上次公司要买货 就趕着要回公司 就想到可以的 我又觉得回公司会方便一点 因为电脑或仪器 全部都是公司 我们是做一些物业管理的 台风都要上班 十二级风球都要上班 也有不少打工仔希望 摩蝶可以行得摩一点 今天应该不用上班了 可以挂久一点 当然想了 休息一天了 真的不用上班了 为什么呢 半天后来回来干什么 对 部分行业和机构下午仍然可以放假 包括司法机构 银行亦都全日暂停营业 母亲自记者 流传独报道 风暴期间有近一百二十宗林树 五男四女受伤送丸 莫蝶是今年第一个白号讯号 不过和过往的白号讯号比较 带来的风雨和破坏未算严重 另外 天文台说 昨晚七点十分左右 西贡以东的海面可能有水龙卷 莫蝶在凌晨时分最接近香港 港岛幸花村继续首当其冲 海滨长岛轻微水浸 有人就无视当局的劝雨走到岗边 在九龙的红河码头天气最差时前路都看不清楚 强风把光管吹到松脱 有家长就无视警告 带上小朋友追风 大陆信号期间天文台两道发出黄雨警告 大部雨势最大 每个小时雨量达到42毫米 多区都有陷阱 包括英皇度近天后站这一波 压着电车的电纜 去到清晨 尖沙咀金巴尼加也有大厦外长棚架 被寒风吹到遥遥欲罪 游戏像专家说 虽然摩蝶是超强台风 但是距离香港比较远 破坏相对轻微 三美近年发出的8号信号里面 2021年的热带风暴 狮子山比起摩蝶距离香港更加远 但是破坏力更加大 超过一千宗嵩树和巨型棚架倒� 造成一死 梁荣博说除了风力之外 雨量也是关键 如果雨量是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引起一些连锁的反应 包括风力都会增加了 狮子山那次是有一个东北过游风的叠加的作用 雨带动高空的空气再冲到地面的时候 是可以引起很强的震风 他说突然震风可以很猛烈 增加嵩树、嵌棚架等等的风险 增加嵩树、嵌棚架等等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袁家軒不露 转提下 海洋公园发布大红猫嵩 和龙凤胎嵩的最新片段 比起刚刚出生的时候 龙凤胎的体积体势不太看到 去到二十几天大 姐姐明显大胜了很多 嵩嵩又先后抱着 姐姐和弟弟舔她们 海洋公园早前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排便 令到他们可以吃多些东西 有网民问 能不能进行二十四小时直播 袁峰回应说 短期内没有这样的计划 因为龙凤胎嵩还太小 不会让太多人进入照顾区域 减少细菌进入 欢迎收看世界观 蒙古未有按国际逮捕令 缩拿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做到欧盟、乌克兰和人道组织批评 蒙古曾经主张成为永久中立国 近年在外交上 游走在中、俄、美、几个大国之间 背后又有什么策略呢 国际不少目光 在这个星期 曾经注视这个 接约俄罗斯的内陆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 通缉了大约一年半之后 第一次踏足法院成员国 两日国事访问 蒙古武案义务逮捕鄰国的领导人 所有官式往来遇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事后公开 蒙古政府发言人的声明 说九成半石油产品和超过两成电力 都是依赖鄰国进口 供应关乎国家和人民存亡 暗示执行逮捕令有难处 事件惹离西方 尤其是乌克兰和欧洲等强硬指责 其中乌方外长说蒙古要共同承担 战争罪行责任 不过本身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乌克兰的盟友美国 在表态上就有点不同 我们理解蒙古人的位置 是两个比较大企业 但我们认为他们继续支持 世界上的法律 蒙古在地缘上围处于中俄之间 先天地理位置奠定了蒙古可以走的外交路线 蒙古九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 第一次提出想成为永久中立国 但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愿景 未被国际社会公盈 有内地网媒转载分析 说蒙古当年宣扬中立 为的是国家安全和在外交上减压 实际上离不开中俄的束缺 近年蒙古再有新的外交口号 政府美国做最重要的第三轮国 即地理上并不是双轮 但对方可以充当安全保障 连美国国务院都将乌兰巴托政府的这一句 写入两国双边关系的公开资料里面 大约一个月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蒙古 被视为是两国外交日益密切的象征 蒙古超过八成出口是矿产 而中美就稀土禁运问题有分歧 内地环球时报分析说蒙古可能成为美国弹性供应链的一员 发挥战略作用 实际上蒙古和美国的经贸关系 一直都不及和中国以及俄罗斯 这两大主要外贸伙伴占了蒙古大约八成贸易额 也有内地传媒形容蒙古是中俄的战略换冲地 如果它倾向西方就等同在中俄福地上插了一把尖刀 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北方 纽约时报就引述分析说蒙古今次接待普京 也都以行动证明了保持和俄罗斯关系的必要性 也试图在目前对立的国际形势上寻求对冲 蒙古有三分一人口活在贫穷线下 接受不少国外援助 一年间达到九千多万美元 当中大部分是欧盟的无常援助 蒙古今次表明和俄罗斯维持友好 又会不会带来变化呢 乌克兰就说将会和伙伴合作 确保蒙古要承担后果 我们下星期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何志恩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纪律部队首长 夏宝龙下午在北京 会见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的 纪律部队首长交流团 邓炳强汇报了主要范畴的工作 同行的包括有海关关长何沛山 入境处处处长郭晋锋 陈教处处长黄国卿 警务处副处长周一名等 交流团昨日起参加由公安部筹获的五天研修交流课程 包括出席国家行政学院等举行的座谈交流会和研修课程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说 将会成立跨部门专宅小组 处理有输入劳工或被控剥削的事宜 建造业总工会日前说 接获过8个输入劳工 投诉给管理公司剥削 劳福局局长孙玉咸在社交媒体说 在离港上京期间 已经委托副局长 联同保安局、发展局、还有警方等 即时同工会代表会面 将华尔违法个案转介到执法部门调查 他又说在北京期间 主要是拜会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制 向他汇报过去一年劳福局的工作进展 1000个港珠澳大桥 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 下星期一起公开接受申请 个人和公司配额各一半 合资格人士下星期一早早9点 去到今个月的20号下午5点15分 可以透过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递交申请 由2021年10月起发放的300个香港配额 将会在下个月23号界门 运输署将会重新发放那一批的配额 并按照港澳两地政府同意 另外增发700个香港配额 即是合共1000个 有效期去到2027年的10月23号 成功获发配额的人 预计最早可以在下个月的24号 使用大桥往来港澳不限次数 长者医疗圈扩展到东莞和南沙两间医院 令到内地可以用到服务点的增加到9个 陈卓康在东莞报导 东莞东华医院14个专科门诊 开始接受香港长者医疗圈支付 受风暴摩揭影响 不少人更改或者取消预约 不过也都有长者第一天就来看额 先在特设的柜位登记卦号 出示香港身份证和内地手机号码 去另一间房由护士安排分诊 和香港医院的次序不同 先去收费处缴交款项再见医生 整个过程用了不需要一个小时 我感觉上便宜了很多些 拍一拍的CT都是五十几元而已 时间、接待方面肯定好很多 而且医生的水平我觉得都OK的,很好 东华医院是东莞第一间 接受香港医疗圈的医院 有工会估计大约一万个 住在当地的香港长者会直接受惠 去一些私家医院或者是回香港就诊 内会的交通费或者是其他的费用 其实都会比较支出比较多 因为始终东华医院都是位于这个市区 其实过来都比较方便 远方又提醒如果那次的医疗服务 已经有国家的医疗保险涵盖 那么医疗券就不可以用来支付同一笔费用 广州南沙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沙院区同日都接受医疗券 食用与内科、外科、苦科等 14个科、24个专科盟诊 从广州地铁横力站坐巴士 搭一个站就到 连同早前新增的医院或者牙科医疗机构 大湾区内地城市一共有9个医疗券服务点 另外港大深圳医院7月起 已经试行医健通程式 加入跨境健康记录和个人资料夹功能 两项功能同日起 会扩展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及中山陈星河医院 无线电视机者陈昌在东莞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兼外长王毅 在北京应约会误到访的 美国总统国际气候高级顾问波德斯塔 王毅说希望美方避免保护主义 和犯安全法 和中方合力应对全球挑战 波德斯塔就说 虽然美中在气候融资等议题上有分歧 但是已经缩席范围 双方也都计划举行峰会 讨论排放甲苑等的温室气体的问题 美方期望阿塞拜将在11月 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和中方举行峰会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说 美中两军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对话 中方暂时未有回应 白欣斯星期四接受外交政策访问 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 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和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指挥官对话 他提到去年的气球风波 导致美中关系含入帝局 中方拒绝和美军将领对话 美方一直寻求和北京建立 更紧密的军事对话渠道 确保一旦发生意外或误解 双方可以理性解决问题 半和紧张局势 在五月就职的帕帕罗曾经说 美军自力维持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应对中方在南海的活动 美国针对中国等的竞争对手 宣布对量子电脑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 关键技术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 中方批评美方一再将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武器化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 对量子电脑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 设备所需的机器等等 特定类型的产品 包括开发可以用于超级电脑的 高性能电脑晶片技术 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并要求美国公司 必须通报从事量子电脑技术开发的 外籍员工资讯 以防中国等竞争对手 获得敏感先进技术 美方说 随着具军事用途的关键技术 不断涌现和发展 对它的动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也都日益增加 以确保这些物项不会被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 或者是外交政策的目的 也说联合其他国家 一同对量子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控制 将令对手更加难发展和捕捉这些技术 威胁各国的集体安全 英国、日本和荷兰已经先后采取类似的出口管制措施 以限制中国企业 在先进科技方面的发展 预计往后有更多国家跟随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美方 一再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我们认为对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 人为的设置障碍 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扰乱全球产工链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量子经济发展联盟说 美方虽然想在技术管控和劳工规范当中取得平衡 但是要求企业通报雇员资讯 将会影响业界的招聘考虑 部分小公司可能甚至不再聘请外国人 只是聘请美国公民 最终会限制了公司的技术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布道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配套活动 中非企业家大会在北京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致辞 提到中非产业有很强的互补性 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未来也都将会引入更多非洲的产品 也都会帮助非洲产业培养人才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中非企业家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和非洲多国领导人出席 李强致辞的时候说 中非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产业步补性强 可以转化各自资源 目前非洲在基础设施 电力通讯 医疗教育等方面 还有一些突出的短板 急需补齐 中方将拓展非洲农产品 输法的绿色通道 也欢迎非洲更多优质商品 进入我们中国市场 中方将实施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 打造中非产业合作增长圈 推动非洲产业自我造学 任性发展 大会举行两场专题论坛 有份出席的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说 目前已经在16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小米手机今年第二季 在非洲的出货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5 下一步将会加大对非洲的投资 非洲经济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举世瞩目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推动了跨境贸易合作与市场融合 特别是不少非洲国家出台了 支持绿色转型的政策 小米希望有机会 能够在包括新轮汽车在内的 各个新型产业领域 与非洲企业强化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宣布 中国决定给非洲33国零关税待遇 中非友好协会说 未来会有更多非洲农产品出口中国 非洲农产品和海产品 和这些资源比较多 它的价格会比其他地方比较便宜 因为我们非洲的交控费 和这些很多其他的费用会比较低 又是非洲的中国商会认为 香港的专业人才应该把握中非合作的机遇 今次大会有近1000人参加 其中包括300多个中方企业 和400多个非方企业代表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昭华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任内最后一次访问南韩 和总统韵石月会面 双方同意继续促进双边关系 和加强美日韩合作 以应对北韩等的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起一年两日访问南韩 他下午去到首尔龙山总统府 和南韩总统韵石月举行会谈 岸田将会在今个月27日 执政自民党选出新总裁之后卸任手上 两个人确认在岸田卸任之后 会继续促进双边关系 尹石月就表示 明年正值双方邦交正常化60周年 如果两国齐心协力 必将推动韩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这次是日韩领袖 今年第三次会议 两人讨论深化 双边无实合作 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 一次认为有必要维持应对态势 防止北韩依靠俄罗斯力量 持续发起挑衅 重新将强硬应对 双方又同意加强美日韩三国密切合作 应对北韩开发核武和导弹等的议题 两国又签署关于旅外公民保护的 合作备忘录 如果第三国发生紧急情况 日韩会协助撤离两国公民 并商订会探讨简化两国之间入境手续 首尔有示威者抗议 提到南韩独岛 即是日本称作捉岛的领土主权争议 尹岳自前年上台之后 致力改善和日本关系 并重启和日本首脑间的川桑外交 岸田这次访问也是一部分 南韩有意见认为 尹岳是对日本外交投降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支持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錦麗 白宫呼吁普京停止干预美国选举 美国司法部日前起诉 多间俄罗斯的传媒 企图影响美国大选 俄方警告会有反制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 被主持问到在11月 美国总统大选支持哪位候选人 普京这样回答 我们的最爱的 如果能够说是 当时的总统总统 拜登 他拾了他 但他推荐了 所有伙伴们 支持哈里斯 但我们也会这样做 我们也会支持他 这是第一 第二 普京之前也都曾经表态 支持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被美方质疑他的目的 他对何锦丽的最新表态 同样引起美方关注 呼吁他不要干预美国选举 何锦丽的对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也都回应普京的言论 说不明白他的用意 美国司法部早前起送俄罗斯传媒 今天俄罗斯两个员工 罪名是洗黑钱和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另外制裁今天俄罗斯政府总编辑 并查封几十个网站 说他们企图影响美国大选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批评美方压制传媒 消灭他们不喜欢的真相 又说美方已经不是第一次 指控俄方干预美国选举 批评有关指控是废话 强调俄方没有干预 佩斯科夫又警告 会对美国传媒实施反制措施 无线指甲 来明山报道 叫中方制国继续亚太四国之旅 抵达第二站巴布亚新基内亚 在方制国的专机 星期五抵达首都莫乙之比港之后 他坐着轮椅出席欢迎仪式 巴布亚新基内亚副总理 罗梭到场迎接 市内有大批信众 夹到欢迎方制国到访 这个太平洋国家人口大约1400万 梵蒂岗估计天主教徒大约有250万 方制国的行程相当紧密 他将会会晤政府官员 参观圣母殿 和探望小朋友和残障人士 他是星期日背道体育馆主持 美莎会应神职人员 到下星期一 向年轻人发表讲话 之后转往下一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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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